嘿 FULA FAMILY 我現在有點難過 因為我剛才錄了這個影片 錄了十幾分鐘 然後我又很感動 又快要哭了 結果我發現我這個相機 跟麥克風太久沒用了 那個麥克風沒有電了 完全沒有聲音 所以我現在在重錄 啊你們最近好嗎 FULA FAMILY 我有好消息要跟你們分享 我是 2018年的時候 如果你們記得來到馬來西亞這邊 然後開始拍影片 那個時候我出了 我的第一款FULA FULA FULL衣服 其實我這邊有 這個第一批的 不曉得你們記不記得 這個是有帽子的 其實我那個時候並沒有想很多 我就是想要有一個 我穿上衣服的時候 讓我記得 love 然後我們每一個FULA FAMILY 一起穿上的時候 都是有一個連接性 像個大家庭 然後真的 每次看到我們FULA FAMILY 穿上的時候 就好像有一種親切感 We are together 我們是stand for love的 然後我們就一直穿著這樣子 我之前的衣服基本上 都沒有什麼設計過 就是plain T-shirt我去買 然後秀上去的 所以這個FULA FULA FULA FULL 我個人是很喜歡 可是Jaymy覺得 To plain 然後又一個很大一個 Like in your face 這樣子 So 我那個時候賣完之後 很多人就問我 什麼時候還會出FULA FULL T-shirt 什麼時候還會出FULA FULL E-FULA FULL 然後我就一直沒有出 一直 you know procrastinate 因為我覺得 如果我下一次要做的話 我是希望它是可以讓我更驕傲的 就是有设计过的 然后我个人是不太会设计 没有这些美感嘛 然后在这个当中又遇到疫情 很多事情发生 我跟Jimmy在一起 从单身到有女朋友 然后后来又结婚 后来又有CJ 有家庭 整个life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我后来我很多理念也不一样了 我很喜欢追求的这种刺激感 然后去adventure 可是我回头去看 我做了那么多事情的时候 其实我发现最珍贵的 不是我做的事情 而是我在这当中认识了人 认识了你们 你们一起的陪伴 还有大家一起创造了这些回忆 所以我的好消息就是 我们终于设计了新的full of the 衣服 不晓得你们有看到这里 这个full of design也不一样 然后这一次 我想要传达的是 关于young love 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就是relationships 感情不一定是跟情侣 不一定是跟夫妻 也有跟孩子还有朋友 还有更重要的是跟自己的一个关系 像我这一次我的衣服 我很开心的是我 这是我们短袖的衣服 后面都有写我自己写的句子 这个句子是我come up with 然后Jimmy写上去 所以这个是actually手写的 这个衣服是写 be the person you needed the most when growing up 因为我觉得我们在成长的时候都会经历不同的obstacle 难关有一些快乐的 然后我们那个时候真的会需要一些人 有一些观念 希望有一些东西可以帮助我们协助我们度过那些难关 然后我们其实就是那些难关的survivor 我们是有经验的人 所以其实只要做我们自己就是足够的 我们就是可以带给很多正在经历我们之前经历过的人的东西的一个榜样 所以并不需要成为别人 我很多时候之前一直觉得我应该做一个更好的人 做一个大家会喜欢我的人 做一个会有大家的认可的人 可是我在潜意识一直很想要只是做我自己 我觉得那样做好累哦 一直要扛着这个东西 一直呈现一个一面的我 人是有很多面的嘛 当然人可以正能量 可是人是有喜怒哀乐的 然后人是 all these experiences 让我们成为真正的我们 才是有这个real authenticity 所以我常常会说的 每天尝试不一样的东西 每天勇敢做自己 其实一大部分也是在提醒我自己 就做我自己就好 所以这个穿上这件衣服的时候 我想要让我自己记得的就是 我已经经历了那么多 我是足够的 我是够好的 然后我是值得被爱的 然后希望你穿上这件衣服的时候 也一样那个感觉 然后前面也是有这个Foolove的这个logo 这一次是比较隐藏一点 没有那么的in your face 因为我是会很常穿我的Foolove衣服 那我觉得如果太大一个这样子 好像in your face in your face 你又是穿得见了 并不需要 因为不是穿给别人看 自己内在知道就好 然后我们也有出长袖的衣服 我其实这一次花了很多心思 我们做了很多版本 这些都是旧的版本 不同的颜色不同的材质 有一些是会乞求的 有一些颜色觉得不太适合 然后口袋本来领子太窄 这些我们都是调过的 这一次呢 我们做的这个长袖啊 所以logo here 它是很弹性的 所以我基本上不太需要怕它揍 我每次只要出门的时候 不知道穿什么 我就把它穿上 然后它是很有精神的感觉 这个旁边也是有口袋 这个是蛮convenient的 如果你手啊怕冷都可以塞到里面 你要手机放到里面也是可以 可是它是比较小一点的 比较适合更小的东西 所以我如果放进来的话 是这样的 它是比较安全感的 然后我很喜欢它后面的这个设计 特地设计它比较sporty一点 所以让我想象的是那种棒球拳手的感觉 所以穿上就很有精神很挺 然后我们这一次在9月15号 陈平那边会有一个official launch 我跟Jamie会在那边给一个talk 我会分享一些关于结婚后 英文叫做love after marriage how to keep the spark alive 结婚后到底要怎么样维持那个热情 怎么样还是更恩爱 不只是老夫老妻 然后觉得生活变平淡了 尤其有孩子之后 很多我们的那种专注力都是孩子 常常我们会忽略到夫妻之间的那种感情跟热血 所以我们会分享那个 然后到时候如果你们想要买这个full of衣服 一起穿上的话也是可以买 要不然你们可以来 我们可以hang out拍照聊天 我们会你可以RSVP 然后我们会选出大概十组人 不一定是要夫妻情侣 你要带你的朋友也可以 可是大概十组人到15组人 因为我们的VIP的位置是有限制的 然后你如果是被选中的话 也是会有goody bag 然后如果你没被选中也没有关系 你还是可以来 只是他的seating座的位置是比较有限制的 所以我们才变成很limited 要不然你还是可以来我们一起拍照 然后很期待见到你们 因为full love 我们full of家庭 因为有你才会存在 因为有你们我们才是一起的 我有想过 其实我会搬来马来西亚 会那么喜欢这里 当然我喜欢这里的食物 这里的阳光 这里很多大自然 可是更让我会留下来的 也是你们 也是人 也是那种感情relationship 这让我想起 不管你是在哪边看我们的影片 其实we're all connected you know 所以我很期待见到你们 我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子 一个full of家庭的gathering 所以9月15号如果可以的话 你们先RSVP一下 see you guys there 我们一起 每天勇敢做自己 每天尝试不一样的东西 我都乱掉了 每天尝试不一样的东西 每天有敢做自己 I love you all very much 谢谢你们 希望这一次那个麦克风 是有录到了 Love you 我都尝试不一样的 Έ寞试不一样的